你对他是有感情的 我跟小北山之间 有太多 太多的裂缝了 当良辰好景之几何上升到家国情怀民族大义 突然觉得之前再苟靴的剧情 也看得下去了 行潮之下安有玩乱 在这片霍乱交星的土地上 活着已是如此艰难 这事到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所以更需珍惜眼前人 何况他还是自己的心上人 而从官方放的预告来看 后面的剧情 基本上是每节都要有人下线的节奏 萧海山史燕青萧北一萧北望七一 明月觉得班主和弟子 他们为保卫这片土地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而萧北辰就成了整个萧家的希望 也是整个北新城的希望 他曾对李妹妹说 你在北新城就在 作为一名军人 他是要和北新共存亡的 与倭寇势必会有一场生死之战 在萧北辰上战传之际 林航警主动昨晚 文一文证明这个人不是路人 文一文以后夫知是否还有机会 如此吻别真的够震撼 也许从此天人永和 那是千山万水的近和近在咫尺的远 也许侥幸回到家里 开始新的生活 自打萧北辰上战场之后 银行警便带着儿子萧南归扑扑等候 不放过任何一个前线消息 那种牵肠挂肚跟万欣一样难受 如果萧北辰和林航警在另一个时空 那肯定是广阔天空大有可为 偏偏他们生在那个年代 一句平安抵万金 当然也坚信萧北辰是命大之人 毕竟木子正都还几次险些 丧命又活过来了 编剧到底会怎样书写呢 。